哈喽 粉丝团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Inistry的Bell老师 好 我们在上周直播的时候呢 就有跟大家预告过了 我们今天会邀请位 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大家应该有看到 我身旁坐着的这一位 非常美丽的女子是谁呢 她就是非常非常专业 又兼具美貌的皮肤科医师 张伟霆医师 哈喽 大家好 谢谢Bell老师 欢迎于婶 我们今天真的是很难得 可以请到这么专业 这么重量级的嘉宾 你说Bell老师终于可以卸下我 专业的招呼 好好地当 搞笑讲究 我今天终于可以当邪心了 而且大家知道 我第一眼看到 就是张伟霆医师的时候 我内心都觉得 天哪 这位医师脸也太小了吧 你应该是皮肤科界的 Angela Baby或是迪丽热发对吧 迪丽热发应该比较多人说 张伸是有对吧 好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邀请医师 来到现场呢 就是要来跟我们的粉丝 朋友们一起来聊 最近换季很长 会容易遇到的肌肤困扰 所以呢 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粉丝 朋友们等一下呢 除了有直播 非常非常优惠的特别组合之外 我们今天呢 特别准备了六份的正货 要抽给我们粉丝团的粉丝朋友了 哇 我今天奖品非常丰富哦 大家赶快来看 没有错 好的 我们平常 你知道贝老师 自己在直播的时候 贝老师就抽什么 抽那真脆面膜两篇 当然应该抽你了 对吧 好不容易有重量级的嘉宾 我们今天就抽正货 来送给大家 好 那现在已经在直播页面的粉丝朋友们呢 我们就先来抽一波 好 抽什么勒 好 我觉得规则非常非常简单 请大家呢 帮我们按赞跟分享 你现在观看的这一则直播 并且留言 留言留什么勒 留你最近遇到什么样的肌肤困扰 是不是很简单 很简单 按赞跟分享 按赞分享 留言你最近遇到的肌肤困扰 好 那我们会抽什么呢 我们会抽引起三月份全新的新品 是痘痘贴 哇 一群系列的痘痘贴 正货哦 全新的新品 全新的新品 正货 好的 只有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 可以第一时间拥有 来看一下大家直播 有没有留言留起来了 大家 这个真的是要赶快留言 没有错 你们实在 我们就是 趁现在人比较少的时候 抽中的机会很高 一开始人就很多了 您的粉丝朋友里面人就很多了 好 再讲一次哦 我们就按赞分享加留言 留言留什么呢 留你最近遇到什么样的肌肤困扰 赶快留言留起来 有有有 很多粉丝朋友开始留言了 说最近长痘痘啊 皮肤非常非常的干燥 好的好的 哦 有人说医师很美 哇 谢谢 谢谢 是 尤其的粉丝朋友们都非常的失货啊 好 来 那粉丝朋友们正在留言的当下 我也想要来请教一下医师 是 因为您其实平常就是非常非常多病患看诊 最近通常在诊间都会遇到什么样的肌肤困扰比较多啊 嗯 其实大家有发现啊 我们前几个礼拜天气非常的冷 对不对 很冷 在过年的时候又下雨又冷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出现一些干燥脱皮跟细纹的问题 啊 以上我都有 对 那其实大家知道说我们的脚质层在保湿度比较差的情况之下呢 通常是小于10%的这样的保湿度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皮肤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干燥的脱皮的问题 脱皮 脚质层的含水量如果低于10%就会开始干燥脱皮 那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脚质层的正常代谢 所以开始它的那个脚质就会变得比较厚 嗯 然后摸起来就会有粗糙的感觉 嗯 那甚至有些人因为这样脚质层变比较粗糙之后 我们再看你的脸色会觉得原本的水润透亮 开始变得很粗糙 甚至有一点点暗沉的感觉 这是所谓的我们原生的时候可能是水煮但很光滑有光泽的肌肤 但是一旦干燥呢大家就除了脱皮之外 皮肤可能摸起来有点 粗糙的 然后紧绷甚至开始暗沉 没有光泽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像干燥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出现一些泛红 或者是敏感的状况 然后有些人甚至是会觉得会痒 然后会有刺的感觉 干痒甚至有些人会到有一点就是敏感泛红或是干过头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也常会遇到的是比较容易有出油量下降的地方 比如说眼角啊嘴周啊我们就出现一些细纹的纹 所谓的小干纹 小干纹如果没有好好的照顾它会变成什么呢 真正的细纹 对它就会变成静态的纹路 嗯所以保湿真的是每一个季节都非常非常需要注意 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那除了干燥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困扰是大家比较常遇到的 那现在因为其实大家已经戴口罩戴两年了嘛 真的耶欸两年了回想起来 刚开始戴口罩是2020年大概2月差不多是过年的时候 就是过年那一阵后 然后开始戴口罩 那现在就是前一阵子就有Omicron的病毒变动病毒 所以大家就是连运动都必须要戴着口罩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戴口罩之后就会遇到一些状况 譬如说像我们的粉刺啊跟痘痘的问题 会随着戴口罩时间拉长就越来越明显 没错 尤其是我们戴口罩其实啊 口罩本身防护性很好嘛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呼吸会导致里面的温度上升 嗯所以这个温度就是上升之后 我们出油量就上升对不对 哦没有错 大家知道我们每身高一度我们皮肤的出油量 就多大概5-10%哦 蛮可怕的吧 所以就是中东大油田啊 中东油田开采起来 对对对对 本刺痘痘 尤其是很多人会长那种必锁型的本刺 都会在这个时候冒出来 对然后像因为我们平常有时候工作 会需要上一点妆 那这时候又在戴口罩的时候 就容易会把毛孔闷住 让它脚脂代谢出的状况 那后续也是容易会越来越多的本刺跟痘痘 嗯其实它是有一点欢欢相扣的 就是你皮肤被闷住了嘛 温度上升 汁油量变大 导致你的粉刺痘痘 变得比1000更明显 尤其是在口罩内的位置 对在口罩这一个圈块 粉刺痘痘明显之后呢 我们就会开始伴随毛孔孤单的问题 因为你的输油会把你的毛孔撑开 对再加上角质代谢不好的话 代谢不完全 会导致我们的黑头粉刺跟白头粉刺 让我们的毛孔的脚脂代谢会出状况 所以我们边边容易被口罩摩擦到 比如说像两边连夹 特面啊甚至在下巴这个区块 甚至也很容易因为这个摩擦而 比较容易泛红 对 真的 所以大家其实这段时间上 我们跟口罩共生已久 但是不免还是会因为戴口罩的关系 产生满多的肌肉困扰 这个都是门诊比较常见的对 对我们就是最近遇到很多这样的困扰的朋友 嗯好的 所以呢帮大家重整一下 最近戴口罩的关系 换季的关系 大家开始会出现一些肌肤干燥 肌肤粗糙的问题 再来呢我们戴着口罩闷着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粉刺痘痘 粉刺痘痘 或者是皮肤会暗沉 没有光泽感 然后比较敏感 比较敏感 然后门红肤大 然后有痘痘就会有痘巴 对 这个时候脚瑕疵都脚上我们了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今天Inistry这场直播就是要来告诉大家 我们2020年的全新重量级新品 就是我们的A纯禁肤修护精华 A纯禁肤超修护精华 这一品就是我们3月份全新上司 要来跟大家见面的啦 这个月的全新品 这个月的全新新品 而且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逆称 医生知道是什么吗 嗯 它号称是擦的液态禁肤 医生这样会不会太嚣张 真的耶 这样我们的工作怎么办 哦没有关系 不要担心 保养跟医美始终都是相辅相撑的 对没有错 其实做医美也要好好做保养 没有错 医美做完之后平常要好好的保养 才可以让它维持在你刚做好医美的那个时刻 对吧 对 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瓶 A唇小白瓶呢 它其实主要的功效就是在改善前面提到的 肌肤会有一些粉刺痘痘的问题 或是有一些干燥粗糙 它其实有保湿的哦 再来因为口罩或是换剂而产生的敏感泛红 它里面的成分也可以帮大家舒缓 然后大家非常在意的毛孔粗大以及痘疤 其实它一瓶就都可以帮大家改善 但是啊其实我也很想要问一下医师 就是A唇它是近期算是市面上非常非常知名的成分 对高机能成分 可是很多人听过A唇 大家可能不知道A唇到底是什么 它到底可以帮皮肤做到什么事情 那其实大家很常有痘痘或者是有一些粉刺的问题的时候 会去皮肤科看诊 那在看诊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常会开了这个A酸的药物给我们的患者做使用 那其实A唇呢 它在我们的皮肤里面做完代谢之后 它就会从A唇变成A唇 然后最后就变成A酸 它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对它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那但是一般我们在A酸的部分 就只能由医师做处方去做开粒 但是没有办法自己随便买到的哦 是它是需要处方签的 那另外如果是像这种A唇的成分的话 它主要就是添加在我们的保养品里面 可以做我们的日常的保养 是可以居家使用 安全使用的 所以呢 其实A唇它能够改善的功效 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广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A唇产品 它的主要功效是抗老对吗 我们其实在高浓度的A唇使用的时候 国外有一些研究报导 它可以增加我们皮肤下面胶原蛋白的生成 所以后续它对于细纹的部分 跟老化的部分是有帮助的 没有错 可是其实A唇听说 它最最最一开始的前身 就是在治疗粉刺痘痘 对 因为其实我们最常用这些 维他命A的衍生物 最常使用的范围 就是在痘痘跟粉刺的问题 那甚至是有一些泛红的痘疤 跟色素沉浸的痘疤 它对于这些都会有帮助 是可以改善的哦 所以 Initory的A唇跟其他家A唇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其他家A唇可能着重是在抗老方面 或是改善纹路方面的浓度 那Initory的A唇呢 是专门针对粉刺痘痘 毛孔苏大 敏感泛红 或者是豆疤毛孔的肌肤 去做改善的 而且 医生我想问 是不是听说有一些A唇 它可能敏感肤脂 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每一种不同的产品 它的配方 跟它里面的浓度不一样的时候 那它会影响到 我们不同肤脂上面的使用的方式 比如说呢 如果浓度比较高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刺激 跟脱皮的现象 那如果是我们稍微比较中浓度 甚至轻浓度在使用上面 我们就可以每天做使用 然后甚至在后续 你会觉得你的肌肤的光泽度 都跟着影响 嗯 因为其实A唇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很多很多功能性的 一个很好的成分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他刚开始一定会担心 肌肤耐受性的问题 我如果皮肤是很容易敏感的 那我到底能不能使用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 戴口道的关系 以前我们的敏感肌肤 好像没有那么多 嗯 就是那时候没有那么厚 没有那么厚 因为没有闷住 对 所以现在敏感肤质 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大家如果想要使用A唇的话呢 就非常非常建议可以 使用Inistry 新的这款A唇小白品 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有添加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 激周微分子禁肤科技 我们是利用鸡血草的成分 跟神经锡胱 还有玻尿酸 去保湿成分 把A唇包裹起来 所以你在涂抹在肌肤上的时候呢 它可以先让你的肌肤做到保湿 再把A唇的有效性成分 运输到皮肤的底层去做转换 所以就连敏感型肌肤 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哦 对 因为它很特别 它是用这个Lycosm 就是我们在制止的 分层包覆的技术 所以它可以把每个成分都有效的包起来 然后就直接进入我们的皮肤的底层 医生真的很专业 让我认真研究一下 真的 而且不只是我们的这个包裹技术 其实因水在韩国 在研发这款产品的时候 我们总共做了504个小时的肌肤敏感性测试 我们总共做了6种皮肤科测试 低敏感测试等等 去确保这款A唇是可以适合 连敏感容易放红的肌肤 都可以安全使用 而且我们用了这个微分子科技之后呢 A唇的刺激性就降低了88%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好入门的产品 那医生听说明明已经有先使用过 我们家A唇了对吗 对那其实我大约是在一个多月 就是过年之前收到这款产品 就是好像说是台湾第一批 没有错 VIP尊容观的享受 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传统在讲A唇的成分 都是它的成分相对是比较稳定性 没有这么高 所以我们会希望它的包 就是外壳上面 它是一个闭光的材质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会希望 它跟万代空气是没有接触的 所以像他们这一次的这个包装 Innisfree的这次的包装 它就是整个是闭光的材质 而且我们必须要直接就是做挤压 它的成分才会出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相对来说 我们的这个材质啊 它的质地上面是非常的清爽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其实绝大多数的A唇啊 好像都是用油脂去包覆它 的状态比较多 所以通常市面上的A唇 质地可能会比较偏浓稠 或是比较偏滋润对吗 对它跟配方上面的使用是有关系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成分 它其实偏清爽之外呢 它很水润 再来就是它是有一点点黄色的这个质地 那因为A唇 其实我们也叫做释黄唇 所以如果你看到它的质地上面 是偏比较黄色的 那就表示它里面是有这个有效成分在一起 对啊 所以粉丝朋友们 应该可以看到它的质地 除了一点点微微的带黄之外呢 它是比较偏水润的 像我刚刚一滴 它就直接滴到桌面上 所以对于容易偏油的肌肤 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偏油肌肤 它会比较容易有粉刺痘痘跟毛孔的问题 其实这个的质地是非常上友善的 然后它非常好推开 像这样子其实很水 按摩一下它就会被皮肤神头吸收了 然后另外其实我自己在用的感想是 我本身是属于比较干性肌肤 然后因为长时间戴口罩嘛 所以偶尔会在下巴夫亲会讲一些痘痘跟粉刺 那它跟我们传统在用A酸的感觉不太一样 因为像我自己用A酸大概两到三天左右 就会开始出现一点脱皮的现象 那我们再上妆就没那么好上 可是我们在用Innerfree的这个A醇的 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大概差不多一到两周左右 你才会开始觉得好像皮肤的这个干燥度有多一点点 但它不至于到很明显的脱皮喔 因为我听说有一些就是比较偏高浓度的A醇 可能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有大脱皮的现象 对有可能你在刚开始用前面几天 就开始出现一些脱皮的现象 但是Innerfree的这一个产品 我在使用上面大致上是一到两周 就你才觉得 咦脚支撑好像整个代谢状况变得比较快一点 然后后续整个粉刺跟痘痘的状况呢 差不多是在三到四周左右 你会觉得比较稳定 比较不会有大颗泛红的痘痘 然后也比较不容易会有粉刺 甚至是真的有一点点小粉刺啊 白头黑头的粉刺啊 它代谢速度都会比较快一点 像我自己其实跟医生是同一批位 大概或是过年前的时候 有先收到这款新产品 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次出这样子 A醇的成分的产品嘛 所以其实公司是有发产品给我们 让我们试用 我自己大概也是用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脸颊这边开始会觉得稍稍有点干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偏干肌肤的话 就是注重保湿 就是你边用A醇 你保湿一定要做好 让皮肤的角质更新速度跟上之外呢 你皮肤的表层的锁水膜也同时建立起来 那除此之外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粉刺蛮多 因为像医生其实没有什么毛孔 皮肤看起来非常的完美 但我自己是黑头粉刺跟白头粉刺 是比较多的 我用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粉刺在轻轻按摩的时候 它是会脱落的 我自己用的感觉是粉刺大概在三到四周左右 你会觉得它脱落的速度会变比较快 然后我觉得皮肤好像摸起来会比较有那个滚溜感 对啊 会觉得角质层变得比较光滑 然后我自己鼻翼两边的毛孔其实比较明显 我以前是有打雷射的一些 对的 所以呢就是我有觉得毛孔稍微变得比较紧致 月末在我用了差不多也是四个礼拜左右 是 因为其实A醇的成分它可以帮助我们 除了做角质上面的调理之外 另外有一部分可以稍微让我们出油量下降 或者是真的有出油 它也可以从毛孔很快速的代谢掉 那所以相对东西不会积在毛孔里面 你就会觉得有毛孔变小的这个感觉 没有错 就像我们的油脂堆在我们的毛孔里面 会把我们的毛孔撑大嘛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毛孔酥大 就会伴随粉刺的原因是这样 那其实A醇可以很好的帮我们把粉 自代谢掉 毛孔自然而然看起来就比较紧致 那这像A醇它也稍稍会有一点 出镜胶原蛋白增生的作用 所以毛孔也会变得比较细致一点点 好的 可是医生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是偏干的肌肤 就要比较注重保湿对吗 对 因为其实A醇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会去叫我们的角质细胞 就是代谢速度加快 然后它也比较不容易 会累积粉刺在皮肤上面 所以在使用的这个阶段 慢慢的有些人 他会觉得有些位置 比如说出油量比较少的地方 它会有点感到的降落 像两颊裙骨这边 对对 或是像嘴角 鼻翼两侧 是 那为了要舒缓我们这个使用上面的感受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再加一些保湿的产品 去让你的皮肤的肤脂上面看起来比较稳定 没错 所以如果大家用A醇 你刚好又是比较偏干燥肌肤的话 因为在Inistry 你可以搭配哪一些保湿类的产品使用呢 那其实就还蛮推荐大家可以使用Inistry 就是最有名的绿茶籍保湿精华 医生你有听过我们的绿茶籍保湿精华吗 我有听过 但是我还没有 对 没有问题 没有亲身使用过 等一下应该就是会亲身让你体验 因为其实我们家这一瓶绿茶籍保湿精华 它在韩国是号称国民精华 就是每一个人化妆桌的第一瓶保湿精华 就是他 就是桌上必备 桌上化妆桌必备的保湿精华 那为什么要跟安平一起搭配使用呢 是因为绿茶籍保湿精华 它其实一擦它可以立刻帮皮肤提升7倍的含水量 同时它可以收获我们的皮脂膜到92.8% 所以它对于保湿跟索水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有添加就是新的益生菌精华 所以其实它对于皮肤的自我收获力 就让皮肤维持在健康跟稳定这个部分的话 它算是还蛮优秀 所以就很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就是先擦绿茶质保湿精华 然后再擦我们的A纯小白品 这样一起搭配使用 不只是可以让皮肤做到很好的角质更新跟代谢 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皮肤的含水量顾好 好 那应该会不只是只擦精华液就可以到达就是很好说水功效吧 通常医生应该都会建议 我们会建议要再加一点乳液或乳霜类的产品 乳液或乳霜类 然后还有一定要做防晒 一定要做防晒 没有错 因为你的皮肤在做角质更新的时候 这个时候防晒很重要 对 因为其实它就像我们嫩嫩的角质层 你并不会特别就是直接让它去晒太阳 因为紫外线的伤害就是伤对在角质层 比较薄比较嫩的情况之下 它很容易紫外线就透进来 没有错 所以不管什么情况之下 有没有擦都一定要做防晒 但是既然有擦了我们后续的防晒要做得更好 没有错 而且很多很多人可能保养观念是停留在 就是防晒是不是我不会容易长斑 或是我没有在乎美白我就可以不擦防晒 不行不行 紫外线是很可怕的东西 它不只是会让我们的黑色素大量产生 它还会破坏我们的胶原蛋白 对 因为其实紫外线它算是我们老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带因 那它会让我们下面的胶原蛋白整个断裂开 所以长时间下来呢 你可能现在没有做防晒 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 你就会发现跟你同年纪的人有非常大的差异 所以大家防晒是不是很重要 我跟你说你去看皮肤科的时候 医生都会叫你做好保湿跟做好防晒哦 最基本的保养就是保湿防晒 保湿跟防晒没有错 那刚刚有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绿茶区保湿精华 可以帮大家大量补充水分嘛 那其实要把水分锁在皮肤的底层的话 刚医生有经意乳液跟乳霜是不可少的 那但是呢 我们常常伴随着粉刺痘痘的肌肤 就会很担心 如果我这个时候擦比较厚重的乳液或乳霜 会不会太闷 对 会不会导致我的粉刺痘痘反而变得比以前更严重呢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推荐大家可以使用就是Init3的香肥系列的C卡修护霜 鸡血草修护霜 它最主要呢 是可以帮我们的豆豆肌肤做到一个舒缓跟消炎 因为它里面有添加我们的香肥油 它跟茶区精油就有点类似的 可以帮豆豆做到很好的意见 尤其是左上杆菌的部分 然后鸡血草又是市面上非常有名 这可以帮助肌肤做到舒缓震惊跟脆红 所以如果你是刚好有粉刺豆豆的困扰 然后换剂有点敏感泛红的困扰 同时又有一点就是可能周八困扰的话 这一款修护霜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建议大家是可以一起搭配做使用的 好 所以呢就是绿茶子保湿精华 以及我们的Action小白瓶 跟我们的鸡血草修护霜 可以这样子去做搭配 让大家在做脚质更新代谢的同时呢 又把皮肤的保湿跟皮质膜修护做得非常完整 光泽也要养得很好 没有错 好的 那刚刚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粉丝在留言肌肤困扰 很多人是真的就是毛孔粗大 然后会有一些粉刺痘痘的困扰 是 或者是鼻子过敏导致鼻子附近脱皮 哦对 还蛮多人因为物理性的摩擦 然后所以其实在天气冷的时候 鼻子过敏寻鼻气 然后这一区就出现脱皮的现象 对那这个时候真的会建议大家就是保湿霜 真的不可少 尤其是脱皮的时候 对 然后另外就是一个小绝架 大家在寻鼻气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用捏的 就是不要 不要摩擦 不要用直接摩擦 就稍微擦拭一下 抿一下 压一下 就是比较幼鼠一点 好了好了好 这样子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对不对 好 然后呢因为啊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粉丝朋友有留言 肌肤困扰嘛 那我觉得我们这边也可以再次帮大家统整一下 就是前面其实有分享到 医生最近在看诊的时候比较常见的肌肤困扰 大概是有 来看一下 主要就是干燥的部分 然后还有我们的细纹 然后另外就是容易出现这个痘痘跟粉刺 痘痘跟粉刺 泛红的问题 然后还有皮肤粗糙 好大致上是这几个比较常见的东西 大致上是这几个 那想再问一下医生 你会比较建议如果有伴随着粉刺痘痘的问题 通常什么样的成分会很建议这样子的人去做使用呢 那其实我们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 一般在诊所我们会开立口服的药物 然后外用的药物 那口服药最常用的呢 大概就是我们很常知道的这个四环美素的口服药 吃过 对 抗生素类的口服药 那主要是利用它这个抗菌的效果 跟抑制发炎的效果 那另外也蛮常见的就是像荷尔蒙的药物 那大家知道之前好像是 找我一次吗 对对 他没有就分享说 他治疗痘痘的时候有吃到荷尔蒙的药物 然后觉得 好像身材反而就变好了 这样子 对对对 好心动 那其实就是荷尔蒙类的药物 主要是去控制我们的皮脂腺的分泌 因为通常熊系荷尔蒙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优质分泌量比较多 也会比较多 对 所以现在有一些药物 比如说我们在讲那个spyronolectone 或者是一些 就是调精的药物可以帮助我们去控制油脂的分泌 那第三个最常使用的药物就是 大家很常听到 直接吃口服的A酸 那口服的A酸它可以去 就是调理我们的油脂的状况跟脚质的代谢 那甚至是后续你会觉得毛孔都跟着变小 所以目前口服药比较常用的是这几种 然后它用的药膏呢 不外乎就是像杜鹊花酸啊 A酸啊 杏仁酸 杏仁酸 杏仁酸就比较偏像是美容类 对 对 然后药物类的还有像我们在讲 Denzyl Peroxide 就是我们在对 破氧化本 吸 要把它翻成中文 会卡住 中文不容易 讲英文 一身比较长 对 那这些药物其实主要就是去抑制 我们的醋酸感菌的增生 嗯 然后跟抑制发炎的状况 因为痘痘表层其实为什么会一直蔓延 是 有很大的原因是醋酸感菌 是是 然后再来就是第三个我们保养的部分呢 比较常用到的就是像刚刚我们贝尔老师有讲的 像杏仁酸啊杜鹃化酸啊 A酸啊 甚至A醇 那保养品类我们就会用A醇类的成分 那主要是去让我们的脚筋调理 然后让它可以正常做代谢 比如说 因为像是医生您刚提到的像杜鹃化酸啊 A酸等等 是不是有医生处方才能够做使用 是它是属于药物等级的 那所以相对来讲它的效果的确比较好 可是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刺激性的状况 比如说像脱皮 然后比如说泛红 那很多人就是可能查了三天五天之后 觉得那个脱皮泛红的状况 甚至刺激的感觉他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就半途而飞了 那非常非常的可惜 大家就是如果啊 在查一些这种代谢类的东西 或者酸类的东西 刚开始遇到一点点过度期 比方说前面提到的 有一点点稍微的泛红 然后开始冒一点点粉刺痘痘 或者是你有一点轻微的脱皮现象 其实这是一个肌肤代谢的过度期 对它算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当然就是太严重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药物做辅助 那很多人因为初期在做使用 他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恢复期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尝试看看 用一些辅助性的这种 像A醇的成分 然后让我们的肌肤脚质代谢状况 更正常 有错 因为A醇其实它的浓度是非常安全 可以在日常居家做保养的 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医生 那您觉得A醇适合什么样的肤质使用呢? 我们这时候就要把准备已久的小字卡 哎呦哎呦哎呦 医生准备的小板板 对 我们的小板板拿出来 那其实我们的A醇主要的功效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痘痘跟粉刺 然后再来它会帮助我们代谢老费的脚质 然后最后就是它可以暂缓 甚至让我们的皮肤的泛红状况 肤色均匀 这一点也非常的吸引人 因为其实痘痘粉刺啊 跟痘痘在发炎的情况 有些人就会出现一些色素沉淀的问题 那种红色的痘疤 甚至是痘痘完全好的时候 会有那种比较深的色素沉淀 那其实A醇对这个部分是会有帮助的 对的 所以其实A醇呢 我觉得算是市面上现在非常非常常见 然后我觉得也是很好去做肌肤代谢的一个 最近很火红的 对对 非常非常火红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多A醇类的产品 是 那盈利水A醇呢 是特别着重在我们肌肤的痘痘粉刺的进化 再来它可以帮助我们肌肤做枣黑角质的代谢 让你回到水煮蛋般咕哩咕哩的肌肤 同时呢 可以舒缓暂时型的敏感泛红 除了A醇之外 我们刚刚提到的鸡血槽的成分 也是可以帮助肌肤做到舒缓的 好的 那A醇的话 你会建议可以天天用吗 它在使用上 你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其实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每一间的产品 它的A醇的浓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以Inners Free的这个A醇来讲的话 它是可以天天做使用的 那不过其他有一些真的浓度比较高的 就不见得可以天天做使用 有时候一开始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先把它的频率拉长一点 比如说一个礼拜做一次这样子的A醇的 一个护理 那但是Inners Free的部分倒是可以天天做使用 是的我们家A醇浓度呢 其实它是设计一个粉丝痘痘型的肌肤 都可以很安心的使用 再加上前面有提到它有做敏感型的测试嘛 那当然如果之前你是完全没有用过任何酸类 比方说像是果酸啊或者是杏仁酸等等 都没有用过的话呢 初期你可以先从晚上开始 对我们就会建议初期在使用的时候 你先一天用一次 那大致上一到两周 如果都觉得适应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加的使用品力 有错所以刚开始初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晚上的时候做使用 然后等你的皮肤耐受性建立好了 你就可以开始每天早晚做使用了 就是Initry的A醇是可以早晚做使用的哦 比较特别 那您刚刚有提到 擦A醇的时候要非常非常注意什么 对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很多人他是完全没有用过酸类的产品 直接使用到这个A醇的成分 那我们就会建议一开始的时候 尽量不要再做去角质的动作 先不要去角质 不要跟A醇同时用哦 是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在维他命C的这个产品的选择上面 也尽量要把它分开来 哦 前阵子非常的流行 句话就是找C碗A 对对对 基本上如果是把它分开来做使用的话 比较不会有刺激的感觉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维他命C 它的PHG 如果是要达到有效的效果的话 通常就是会PHG稍微比较低一点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点蛋酸性成分的感觉 对它大概就像PKA会在4点多左右 所以有些人在同时间做使用 会觉得刺激感比较明显 那那个刺是觉得皮肤好像刺刺痒痒的感觉 倒不见得真的是有过敏的状况 但是我们会建议初期在使用上面 为了避免这些不适的状况 我们还是把它分开来 分开用 对去慢慢的建立我们的皮肤耐受性 但如果你是传说中的 我听过我朋友是城墙皮 他就是怎么用都可以 他一起用也可以 分开用也可以 但如果是你皮肤耐受性非常好 非常健康的话 也是可以一起用的 像我自己的同事就是 蛮多人很早就有寄到拿到A纯嘛 是 他说其实他皮肤完全没有任何过渡器 他也没有冒任何粉刺痘痘 他也没有泛红 他也没有脱皮 他皮肤会直接进入水煮蛋汁 是 非常非常的羡慕 这样的恐怖 是 因为每个人他的肌肤耐受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还是安全起点 建议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先晚上使用 那后续慢慢适应之后 我们再早晚用 没有错 所以大家记得他A纯的时候 要注重防晒 注重保湿 初期的时候先跟去角质 还有维他命C 跟酸类的产品先必快使用哦 好 那再来也想要再问一下医师 因为我们其实前面有提到 A纯跟A酸 它其实都是维他命的延伸物嘛 对 那它们两个具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那因为其实我们的A纯 是在肌肤里面 会慢慢代现成A酸 所以它相对来讲 它的刺激性比较没有那么强 嗯 然后它出现效果的时间 会稍微再慢一些 不过相对大部分的患者 它的皮肤上面在使用 就耐受度会降高 嗯 没有错 来我跟你说 等一下我会考到 大家有没有认真听 所以等一下抽奖的题目 会从医生的回答里面抽哦 而且我们等一下抽什么呢 我们抽的是 两瓶A纯的正货 就是今天会直接送出两个 非常非常幸运的观众 可以直接拿到我们A纯正货 产品非常丰盛 真的很好 我很想下去抽 我等一下可以留言吗 对啊我也很想抽到A纯正货 因为我那一罐已经要用完了 我大概一个半月 没错 这已经用完了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粉丝朋友们很在意跟问道的 就是我们到底这样子戴着口罩的时期 因为我们感觉应该还要再继续戴一段时间 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好肌肤保养 肌肤保养在戴着口罩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口罩容易会造成的问题 除了粉刺痘痘 还有一些泛红的状况 那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口罩一旦是脏掉了 我们就要快去做更换 不要那个口罩都已经脱皮 就是丝丝削虚都跑出来了 应该是天天要换的吧大家 对对对对 还继续配戴着 那这样子就是很容易会出现细菌滋生的状况 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因为像我们平常还是稍微有上妆的习惯 然后再把口罩拿掉之后一定要确实的卸妆跟做好清洁的动作 晚上的卸妆清洁很重要 它才可以让你的毛孔畅童喔 没错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适度的使用一些帮助脚脂去做调理的产品 比如说像A纯就蛮适合在这个阶段做使用 帮你代谢你肌肤的老费脚脂 让你的新陈代谢回到健康的28天 才比较不会有前面提到的粉刺痘痘啊 或是干燥粗糙 甚至是那个口罩痘的问题 是 嗯 嗯 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 通常医生会建议戴口罩的话 保养品是不是可以擦的比较 可能清爽一点吗 嗯 其实我觉得跟肤矿有关系 跟肤矿有关 比如说像前一阵子真的很冷的时候 那很多人就是真的会擦到比较有的成分 这样子它会比较皮肤保湿度太够 那不过一般来说 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之下又戴口罩的话 就会建议大家产品上面选择可以使用质地比较清爽 那甚至是防晒的部分可以选没有润色的防晒 嗯 没有润色的防晒通常质地会相较再更轻薄一点 但其实日常就是呃 如果它没有润色的防晒就可以之后有上妆需求的时候 再搭配上妆需求的产品去做使用 这样子就会比较适合 或者是有听说就是你可以口罩外上妆 口罩内部上妆 涂在外面 涂在外面 我很多同事都这样 吃饭的时候口罩拿下 欸欸 哦 原来是Judia 像这样 大Q特Q 好的 好 所以前面应该有一些中间才进来的粉丝朋友们 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在换气的时候肌肤要注重什么保养 以及我们在戴口罩的期间 我们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敏感泛红 口罩痘 甚至是老费角质堆积 导致我们皮肤 比较有一些暗沉干燥粗糙 还有我们要红束大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 然后就是要来推荐Inistry的A唇进肤 超修护安平 我们的小吏称就是A唇小白瓶 好的 那我们呢 我觉得粉丝朋友们听到现在 最最最期待的是什么 应该不是 应该是抽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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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 所以我们的A唇正货良品 到底奖落谁家 我们现在要来开始抽奖咯 所以请大家听好 就是请先帮我们按赞跟分享这一篇直播 然后留言留什么呢 请医生出题考大家 这我们刚刚在QA其实就有讲到哦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Inistry的A唇可以天天使用吗 Inistry的A唇可以天天使用吗 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一罐小白瓶 嗯没有错 还有呢 那第二个问题是大家要插哪家的A唇呢 大家如果要插A唇的话要插哪家的A唇呢 哎大家在谁家的场子 这应该非常非常的简单 非常非常的启示 这个题目好像有点送分 送分其实刚医生看我们的题目 就说我们人也太好了吧 就是要把礼物送出去的意思 没有错 没有要考导大家 大家刚刚如果有注意听的话 这两个问题一定都回答出来 再讲一次哦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跟分享 你现在正在观看的这一则直播 然后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Inistry的A唇可以天天使用吗 再来第二个 大家如果要插A唇 我们要插哪家的A唇呢 那两个问题 请同时帮我答对 我们会抽出A唇正货 两个幸运的得奖者哦 我们后场小编 已经有在帮我抽奖了对吗 好的好的 幸运的得主 等一下会在直播的最后公布给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千万千万要留到最后 因为今天抽的都是正货 不是被我老师平常抽的真正面目 但是因为我们也是正货 对啊 我们今天特别加码 对啊 但那个价值感不一样吗 我们直接抽一整罐安平净化液 它的包装其实非常的有质感 我第一次收到的时候有点惊艳 是不是 因为呢 其实Inistry我们就是近期 我们在2021的5月的时候 其实有成立一个绿色创新实验室 就是在研究我们家市场上有 哪一些高机能的产品 是可以非常快速的改善我们现代人 几乎困扰 因为其实我们的皮肤是一直随着环境 跟我们所属的周遭的周围去做变化 像戴口罩 我们以往也没有戴口罩的需求 是这两年开始才有的 好 所以呢 大家留言的同时呢 Bio老师再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A纯禁肤 超修护小白品 是号称医美界的液态禁肤 就是你居家使用的液态禁肤 那有需要打雷射的话 就是或是有需要看诊的话 一定要到皮肤科医师 寻求专会的建议 没错 那当你打完雷射 看完皮肤科医师之后 你的日常要怎么维持好你健康的肤矿 跟非常柔嫩光泽的水煮干肌呢 就靠Inistry的A纯小白品 好 那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的在抽奖咯 当然抽奖的话 在抽奖的过程中呢 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是全金上市嘛 那前面有跟大家分享 我们会有直播专属的优惠 好 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一般日常的优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A纯禁肤小白品 它呢 现在在我们是都会有礼合的优惠 它会送我们小瓶石梦 这个石梦 把它拔起来给大家看 对的 我们小瓶石梦的香肥鸡血草修护霜 就是前面建议大家跟A纯搭配在一起的 对它可以帮肌肤做到很好的舒缓 重新的披制膜 改善粉刺痘痘痘跟痘疤的问题 然后做好舒缓跟修护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产品 就是我们的痘痘贴 我刚刚有看到这个 它里面会送痘痘贴的正货 而且呢我们的痘痘贴跟市面上的痘痘贴是不一样的哦 因为我们前面不是有抽就是痘痘贴嘛 对 两祖正货痘痘贴 没有错 来教大家这个痘痘贴到底要怎么用勒 诶 这边也分享给医生 它这个痘痘贴的设计很可爱 它是做这个幸运草的造型 哇哦 一定会有人说 医生可是我不敢把幸运草 白天的时候贴在脸上 这样好害羞哦 怎么办 没关系它会被口罩遮住 除了被口罩遮住之外 大家不要担心 这个是做夜间修护 最主要是晚上的时候看 没有错啦 你晚上的时候 然后这个痘痘贴它的材质设计这样的特别 一般痘痘贴可能它是薄薄的一层嘛 但是我们的痘痘贴呢 它有一个微针设计 可能镜头看起来稍稍有点不明显 因为它的微针非常非常细 它是比头发丝还要更细的细针设计 那我们把A纯的成分 跟我们的积血槽成分 注入在这个微针的造型设计当中 所以大家呢 平常可以在洗完脸之后 脸是干燥的情况之下 直接把痘痘贴贴在你局部大颗的痘痘上 一定会有痘痘是那种长很久 大颗的 一直不好 冒不出头 它就是很恼人 那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痘痘贴 那你贴上去之后呢 你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按压10秒 它里面的A纯成分跟鸡血槽成分呢 就会注入到我们皮肤的底层 去做非常深层跟快速的舒缓跟修复 医生您可以摸摸看 但是您没有痘痘困扰 所以您应该现在是没有办法贴在脸上的 好 那我们来贴在手上试看看 对我刚刚同事们一直怂恿我 就是在直播的当下 直接贴在脸上 应该有感觉到那种微微细细的颗粒感 对因为它中间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圆形的造型 那里面就是它微蒸的位置 微蒸的设计 所以这个时候有效性成分都在里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轻轻的在肌肤上做按压 真的会有一些微微 10秒钟 对对对微微10秒钟 它会有化开的效果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把那个A纯的成分跟鸡血槽的高溶度成分 非常快速的集中注入到我们发炎的痘痘底层 因为通常我们会用这种痘痘贴的时候 就是那种你痘痘真的很大颗 然后长了很久都不好 对那你有时候一颗觉得去看皮肤科医师好像有点害羞 担心医生觉得我小提大多的话呢 就可以用痘痘贴 也是欢迎大家有问PK来找我 也可以吗 也可以 也可以的 好那你居家在找医生之前呢 你就可以先把痘痘贴起来 但你可以先使用这个看看 没有错没有错 它的话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大家可以就是从晚上睡觉 贴到隔天早上 其实痘痘就会非常快速的去帮你做到消炎 它其实我自己这个时候贴 我觉得大概会削个一半左右 跟张起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蛮有效 它跟那种市面上吸浓的那种人工皮的设定 稍微比较不一样 它是不会有那个吸白白的 比较特别 感觉起来它里面不是吸附性的材质 对 它不是吸附性的材质 它主要是做生存收护的 好 所以再讲一次我们的优惠 就是我们的H&N小白瓶 会送我们10ml的香水机去烤收护霜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痘痘贴正货 它里面总共是9片 9片 可以治疗你的9颗 非常困扰的 大颗痘痘 刚刚讲大颗痘痘 突然觉得好害羞 大痘痘 对的 好那今天的直播优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H&N小白瓶 它平常单一罐的售价是1100 那除了是这样子的组合优惠 赠品赠送之外呢 直播一定要有特别的限定优惠 对吧医生 好期待 因为医生来到现场 我们一定绝对是 不可以让你下领祝 对 好 优惠的优惠到底是什么呢 好 所以我们除了 除了我们原本的组合优惠的赠送之外呢 我们可以凭 就是我们的折扣码限折100元 哦 我们的折扣码呢 就是小编会帮我们key在我们的留言区 就是live100 就是live100 可以在live100 立刻就限折100 请问折100这样够吗医生 只折100这样够吗 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多一点诚意 好像可以再多一点诚意 对不对 好我们的诚意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再多送大家10片的芦荟面膜 哇哦 可以让大家使用A纯安瓶的同时呢 也可以做好保湿跟修护 然后呢 会再赠送我们的冀州红茶修护体验组 如果你是常常跟赵老师一样 公共压力大熬夜晚睡肌肤安瓶的话 怎么办呢 红茶安瓶呢 是号称瓶下板的小棕瓶 哦 它就是在做肌肤的夜间跟深层修护 稳定肌肤的 可以回到那个比较健康跟比较美好的状态 所以里面的话是送我们的修护安瓶 以及我们的修护霜哦 所以今天这样加起来总共 1 2 12 22 24 24件组 24件组 欸我跟你说常常常在收票当时 到底数学有多差 还要直播多送24件组 之外呢 我们还有限折100块的优惠嘛 给大家 真的非常的优惠 没有错 好 这样子呢 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这样我就是得到了A纯的小白瓶之后 我也很想要跟医生讲的一样 加强好自己的保湿跟修护 那我们前面有分享 可以搭配我们的绿茶籽保湿精华 跟我们的香肥修护霜一起使用嘛 那如果一起带的话 有没有优惠呢 有吧 肯定是有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观望 既然都说了 肯定是有啊 医生是接隔 真的是好会接 最爱你 要要要 没有错 所以今天呢 除了限折100之外呢 在我们的官网 你只要消费超过1500 我们会直接再多送我们的櫻花亮炎三件组 里面的话会有我们的櫻花水泥霜 櫻花亮炎霜 跟你的櫻花洗面乳 是帮肌肤做到保湿跟提亮 而且是清爽型的 所以非常非常适合有这样子困扰的 肤脂一起搭配使用 如果呢你是消费到2200的话 除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櫻花三件组之外 还会再多送绿茶组三件组哦 就是总共多送六件组 买越多送越多的购买 一定要送越多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直播优惠 它只有限定24小时而已哦 所以要在24小时之内 赶快输入我们的折扣码 输入我们的折扣码之外 我们的限时加证的24件组 都是只有24小时内才可以享有的优惠 那我们在直播的留言这边的连结都会有 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大家等一下看完直播 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之后 赶快到我们的官网来下单 好那当然我们这边呢 还要再来抽最后最后幸运的陪伴 我跟医师到最后的两位幸运儿 抽什么呢 就是抽前面介绍的豆豆帖 那怎么抽奖呢 来来来我跟你说 这个很长哦 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记一下 请大家帮我留言 禁肤必备 Inisfree A纯小白瓶 好 禁肤必备 Inisfree Inisfree A纯小白瓶 A纯小白瓶 没有错就是我们就是一起 最后两个痘痘贴 最后两个痘痘贴的正货 哦我会长痘痘 生理痘 压力痘 可以贴的局部的痘痘贴 里面的话是有我们的A纯浓缩精脆 跟我们的鸡血炒成分 可以直接注入到你局部痘痘的底层哦 好 留言留起来 留言留起来 诶有有有 大家已经有在留言了 非常非常好 今天的优惠真的非常的多 今天真的送很多 今天真的送很多 所以说医生真的是 有名来餐 有这么棒的优惠 所以我之后要常常来就对了 真的要常常来 好 那大家在留言 然后小编后台 在帮我们抽奖的同时呢 再跟大家重复一次 我们今天的优惠 是我们的A纯禁肤 超修护安瓶 也就是我们的A纯小白瓶 他现在呢 购买我们的官网 你只要输入LIVE100 LIVE100 你就可以限制 100块的同时呢 我们还会再多送 24件组 那24件真的太多了 首先是我们的 商费继续茶收护商的石帽 石帽 以及我们的前面分享的 A纯小白瓶的痘痘贴 正货 很可爱的痘痘贴 9片9片 还贴在我们手上的痘痘贴 这个真的超可爱的 超级可爱的 因为贴的时候 就要长痘痘 对 长痘痘的时候心情不好 对 就贴了之后觉得自己很可爱 没有错 也疗愈一下我们自己 好 所以除了这两个真宗之外呢 还有我们的芦蕙面膜 总共10片 Inistry 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真萃面膜10片 刚好芦蕙是绑极肤多舒缓修复的 也很适合在最近的天气 搭配一起做食用 同时还有我们的季周后红茶 即效修复体验组 里面有安平的赠送跟面状的赠送 是各送5帽跟10帽 以及我们的绿茶籽保湿精华10件 总共10帽哦 24件组一次要送给大家 然后除了刚刚的A纯小白瓶优惠之外 如果你现在刚好肌肤比较稍微偏干 然后你想要快速改善肌肤的困扰之外 也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搭配 Inistry的绿茶籽保湿精华 补水神器 它可以立刻补充皮肤7倍的水分 同时修复我们的皮脂磨到92.3% 再来呢就可以搭配 里面有赠送的我们的消肥积蓄草护霜 去改善你的粉质痘痘 还有痘痘痘 还有痘痘的问题 还有你最近幻境有一些敏感 泛红跟干燥的问题 好 所以大家 满满的诚意 在今天要送给大家 24小时之内 对的只有24小时 从right now24小时 所以我们Inistry的粉丝盘的粉丝朋友们 跟我们漂亮张慧婷医师的粉丝盘的粉丝朋友们 都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不要错 好那我们就唱一小编 请问我们今天幸运的六位得奖者有抽出来了吗 好激动 我现在留言的话还来得及吗 好像来不及了 因为已经抽完了 所以他自己留一下 好的 那来请医生帮我们唱名 首先我们的第一抽 就是我们的痘痘贴正货 痘痘贴正货 没错 两位新鱼是哪两位呢 余恩涵 还有我们的余心慈 好像是余思涵 余思涵 余思涵 角度不对 余思涵跟余心慈 是的 余思涵跟余心慈 恭喜恭喜 正货正货 我们的A层偷偷贴 再来最最最最幸运 对我老师也非常非常羡慕的 我们的A层小白品的正货得奖者是谁呢 张于轩吗 应该是我们的C H A N G 然后中间应该是Y U H S U 恭喜你 恭喜恭喜 这个真的超级无敌 幸运 这个是正货 正货 你会收到正货 再来第二位是 怡婷 王 文 是王还是文 文 好的 文 Y I G I N G W E N G 恭喜你 恭喜你A层的正货 两屏新日得奖者 好 再来我们的第三抽 也是我们购购贴的正货 那我们的第三抽是汪以玲 汪以玲 跟Real Natalia Real Natalia 恭喜 恭喜我们以上六位非常非常幸运的得奖者 得到了我们的正货产品 好 那你到底要怎么拿到这些产品呢 首先想必你现在应该还在现场 再来呢 请你等一下在直播结束之后呢 私讯粉丝团的小编 来听听说你的名字 手机以及你的收件地址 我们会尽快把我们超好用的 2022年重量级的新品 送到你的手上哦 恭喜 恭喜恭喜 好的 那如果你没有抽中的粉丝票 也不要气馁 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赶快24小时之内有限定组哦 没有错 我们在24小时之内有直播限定的优惠 跟我们的小白瓶 除了可以用折扣码限折100之外 还会送大家24件组 是只有今天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 才可以享有的优惠 那同时也非常非常欢迎大家 给到全台湾的门市实际体验产品 但是直播优惠只有24小时哦 门市是没有的 官网限定哦 行动不如赶快行动 大家赶快下单下起来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非常非常荣幸 也非常非常开心 谢谢菲老师 这么漂亮的皮肤 可以使本人来到现场 让我们大家一起 谢谢张伟萍一池 好的 那大家记得 每周三晚上的7点半 都可以准时收看 InniSpeed的InniLive哦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三 再来跟大家见面啦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粉丝朋友们记得 趕快私讯 刚刚的小编 如果有中奖的话 赶快私讯哦 没有错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